許多人長期在電腦前 悄悄打打 姿勢不正確 肩頸痠痛 已經是常態 也有人因為工作 需要反覆搬運重物的動作 也讓腰背不舒服 今年30歲的黃信凱 在工廠上班 一整天下來需要來回搬運 每箱至少12公斤以上的重物 腰部痠痛難耐 腰就會比較痠 對 然後就是會一直持續到隔天早上 就是很難疏解 那你以前都怎麼 主要就是拉筋 但是因為我都是隨便亂拉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集中到腰部 到底要如何才能有效舒緩痠痛 今天帶你來認識 歐美地區最近流行的脊椎螺旋運動 它又稱為蟬柔運動 一起跟著物理治療師動一動 蟬柔運動這個的創辦人 是一個匈牙利的舞者 然後他叫Julie 那他因為自己的舞蹈 所以有一些傷害 那因為是肌肉骨骼的傷害 所以他就認為說 他竟然是因為動作受傷的 那治療應該就要從動作開始 傷於動作 死於動作 脊椎螺旋運動結合了瑜伽 太極拳 有氧 還有皮拉提斯等等的運動 只需要一張椅子 一個瑜伽墊就可以做了 首先就是我們要先打開胸椎的活動度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螺旋旋轉 吸 吐 吸 吐 加上手 往後打開肩關節 然後再包回來 再來走開 包回來 再來走開 有下背痛的困擾 這個動作可以幫助您 再來走尾椎卷 往前換邊 尾椎一定要往後包 如果沒有包 用這樣推 就沒有做到 就等於說你這裡的肌肉 一定要控制住做一個包的動作 脊椎螺旋運動從簡單到難 都是由內而外來控制 自己的身體跟力量 這項運動老少嫌疑 是沒有年齡限制的 你做完以後 它就是會有那種放鬆感 就是從腰部 就是慢慢擴散出來 然後你隔天就是 就不會痠了 對 這效果還滿明顯的 在家就可以練習做 但最好還是先請求 專業老師的教學 正確的姿勢與動作才不會受傷 進而真正有效的舒緩痠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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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